日本統治時代的建築 台中企業肯定 台中火車頭到啦囉 一九一七年起好 運到現在已經買一百年了 一九一三年開始起這間酒店 一九三四年完成現在的規模 台中酒店由總督府的設計者 新山上次做設計 它是風化工的麻煞風景 黑牙、紅爭、牙子秋 力油油的草白 台中酒店裡面有夠漂亮 這景色真的很漂亮 這紅爭的條子真的很漂亮 非常有特色 注意看 像我有兩千紅 是不是很有芸術的風格呢 這條子也是非常有芸術 這扁上面的紅 是不是讓你感到是在後續的感覺呢 九爭天這塊餅 是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比較高 我記得 台中酒店這個大門 很有歐洲的芸術感 真的有夠漂亮 有夠讚 你會覺得身體很漂亮 像在外國的歐洲一樣 台中酒店的旁邊的唱片 比較簡單 但是旁邊的門還是很有芸術感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你看看 這條子很大 很漂亮 很漂亮 有年十月份來台中 這台中酒店 剛在蒸燒 還不好 現在應該是蒸燒好了 這棟台中酒店 這是很漂亮的 這個芸術的風景 這條一區控辦理器的酒 日本時代叫做新鮮酒 現在 國民政府叫做中山烈酒 來到公園 隔壁居林吃餅 吃餅 不好意思 剛才吹到旁邊 這是1922年去的 台中酒店 讀書館 這真的很久的讀書館 這間日本廠 我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不過他這個茶色的 日本時代廠 很有日本時代的建築的美麗